在12號晚上發生了銀樓搶案 結果呢 這經過訊問之後 發現這個嫌犯的爸爸 是今年三月份 不是發生了一起這個人舞遊覽車 撞函凍的這個被燒頭殘死的 這個周姓老翁事件 那一次是因為遇到了喪夫之痛 甚至跟老婆離婚 加上跟前妻的家人有官司 還有這個被債主給討債 他說承受不了才會 鋪而走險犯案 頭帶壓身貓男子走進銀樓 假裝要買金式 趁著老闆娘轉身彎腰時 男子拿出藏在外套裡頭的器械 朝老闆娘攻擊 在裡頭老闆聽到聲響 走出來查看 試圖制止搶廢也被打傷 我把黃金放在櫃台上面 他如果要搶 他搶了就走了就可以了 他不是 他是死命的向我打 事發在12號晚上 屏東內埔的營樓 雙方一陣扭打 一名遠景路過 聽到救命聲幫忙抓人 周姓嫌犯被收押 經過訊問發現 他的父親竟然是 今年三月 人舞遊覽車撞函凍 坐在第一排 被噱頭殘死老翁的兒子 當時他出面控訴遊覽車業者 沒想到才時隔兩個月 換成自己犯下大錯 你不能因為你自己的上腹之痛 然後去傷害到別人的家庭 不可能你自己走不過的關卡 讓別人來幫你承受 企圖搶延樓的周姓嫌犯 開工廠 家境優渥 年收百萬 街坊鄰居壓抑 他會這麼做 我知道他是在開工廠 很疑惑 離婚 心情又不好 老婆又告他 他的業務有借他 六百萬或七百萬 九百萬 這樣的事情 他心裡又很難 父親又數了 離婚風波 家境遷糾紛 遭前妻提告 父親車禍賠償也談不攏 嫌犯自稱遭債主討債 儘管遭受一連串打擊 但企圖搶延樓就是錯 得為不法行為付出法律代價 記者成立國 許雄文 年安平 SNG小組 屏東高雄報導